國軍聯合作臣 紀委 引人進入第四天國軍在通訪 在尋規育港電池開市 海報的反擊 出現 前臺灣其實有十四月 所以共軍真有可能會 動力的三步 共軍有哪在引人 如果共軍想要進行的時候 我們要應援 有哪有派出戰車 加加車 國軍時空演武 想要走來三台AAV 一停留 第一關邊 拔印敵軍政法 向後開始告戰 國軍本週展開聯合作戰計畫 演練 送頭戲就是展開海灘反擊作戰 這首選在桃園出位 漁港之邊 就是因為這裡是全臺十四處 紅色沙灘之一 也就是共軍犯臺時 可能搶灘登陸的地點 敵軍就報復 風山後 目標在共通國際基地 想要共戰並設立戰車 也很前五點 六軍五百樹立 擔任修備部隊 用後戰車分百架車 倒入三點前 將敵軍拐進行來 用火力壓制 也出動深戰車 叫敵軍導航 你們的先前部隊 預備我軍建立 而你們的後援佛警 預備我軍所截斷 國軍設定共軍 為立委屈降定了 以今趕緊實戰方式進行草宴 那六十二九號 科研官兵應變能力 也沒有疑問百架車 並沒有戰順 緊急時期壓制 收穫 要如何能夠阻止攻擊軍 第一 再發動兩棲登陸突擊 要能夠在太岸階級成功 第二 如果萬一 攻擊軍登陸成功的話 由於桃園機場離 足為的海灘 大概只有四公里 不到的直線距離 必須要依靠地面部隊 以及利用這個反抓甲 還有這個野戰防空的 這樣一個單元 在周邊進行步驟 對於攻擊軍進行這樣一個伏擊 專家是說 強軍若突破得尾飛降 跟通紀念說下來對國軍很不利 強軍可以投入過這麼多平力 但武器運到台灣 台南入籤台北的政經中出 所以透過草宴 讓官兵實在建中環境 建設的時候 周董強軍進行是很重要的 記者中的報導